今天是10月19日,星期三 凡星期三我都要去交易廣場TVV做節目 一樣是找個比較陰暗的地方 跟大家做個早市的分析 昨天的市況其實就有少少這麼多驚喜 因為指數早市先高了248點去到16860 之後曾經一度反覆而低見16558 即是五句話來說 其實上市的草市仍然有少少反覆 但在買盤1.1點出現下 指數最後升到169114點 而且是以這個指數來收市 即是以全日來高收的 事實上他們的10天線17109點 相差只不過是200點左右 成交金額全有997億 不算特別略例 但始終都要求近千億 好了 本來憧憬今天的市況可以進一步做好少少 從而走上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 就紀律上出現一個初步回穩的訊號 但你看回恆子夜期的情況就有少少失望了 昨晚稻子最後升到337點 收到30523點 納子也收到10772點 就升到96點 唯獨是恆子夜期是跌到192點 在16688 即是如果以這樣計算 港股根莫開出來就會稍為低害了 技術上大市有少少憧憬 因為為甚麼呢 由星期一的低位16308點開始的足底回升 去到昨天16914點收市 恆子是有少少升到底部的感覺 而且距離的十邊線只是相差200多點而已 但在一個圖表方面的技術走勢來看 雖然市好像有少少是初步回穩 但真正要出現一個回穩的訊號 真是要等到恆子 以收市那一刻計 是穩守在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如果能夠超過兩天 甚至三個交易天出現這個情況 這個市況真是出現一個初步回穩的訊號 我們不妨拉厚一點來計算數 整個中期的跌浪的起伏點 是6月28日的高位22449 去到今個月17日的低位16308點 透過15個星期跌了6141點 以15個星期的中期下跌的週期 是可以滿足到一個中期跌浪所需的了 6141點的跌幅也都不算是少 所以市如果出現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我覺得都是很正常 問題就是這個反彈要來的話 首要的條件就是恆子 一定要回到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這個大家一定要謹記 換句話來說 任何形式的反彈 或者後秋都好 指數一人未能夠回到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只是初步寸定 不算是真真正正的回穩 好了 十月份的市暫時當然是先高後低 指數是由5日的高位18164點 跌到17日的低位16308點 以今個月的波幅已經跌到1856點 其實不算少了 如果你說去到月底 都仍然在這個框框走來走去 我覺得問題不大 是可以接受的 但有一點很尷尬 因為指數距離2011年的低位16170 相差不遠了 所以現在始終的大市 都還是走在一個肉視低的形象 因為直到昨天收市來講 恆子都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所以基於整體的市況都還是疲弱 大家參與一些短線的炒作 就不要急不要用 千萬不要大手 無論怎樣炒作都好 買多少都好 16308點 一旦有失 就進行一個止蝕或者減磅 就算有風險 承擔都不會太大了 好了 祖師的視頻溫色 我就說到這裡